机器的轰鸣声和钢铁碰撞水泥的声音交织成意识战斗的交响乐,星空寂静,昊月高旋,一束热眼的灯光,映射在北部战区空军往机场跑道旁。 7月25日,在当天飞行保障任务刚刚结束,厂物连刮兵又投入到新一轮战斗中,因近期持续高温天气,机场或凝土到面设热膨胀。 当日飞行,厂物连洋厂班在对机场进行巡视中发现,滑行到了有一处,长6.8米,宽3.2米,深0.4米的突击鼓炸道面,破损严重。 不仅影响民航航班起降,更影响到飞行计划,实施和战备任务的顺利进行。 事关飞行安全,人民安全,容不得慢一步环一拍,搅拌鸡血,灰尘飞扬。 我们分秒必争,面对突发特情,该连连长连志鹏,立即将破损情况。 向战职班首长报告,申请施工实现,启动应急厂道抢修律案,有关人员迅速赶赴破损地点。 勘查破损情况,在现场,一般人科学制定厂道抢修实施方案,开展预想预测。 在场外,洋厂班快速准备厂道抢修材料,维修器材及相关保障车辆装备,切割机,破碎电稿,发电机,搅拌机,振动棒,食材切割机,账银尸飞等装备物资迅速集结完毕,整装呆发。 傍晚是八十四十分,仲夏之夜,热浪还没有退去,车辆到达指定位置,装备一切就绪,开始干,连长一声令下,官兵们迅速投入施工中,消防车高举灯照明,工程车风搞破碎倒灭,官兵们顾不上躲避飞剑的石子和飘体的灰尘。 沉油汗水,污水浸透衣服,然是全然不绝,飞渣伴着泥水溅在他们的脸上,也毫不在意,切割,破碎,半料,填充,官兵轮流上阵,想修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着,常修现场热情高涨,热闹非凡,头顶脚跃,挥放汗水,默默无闻的翻站着。 广阔的夜幕下,场务连关边不一余力施工的身影,铸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机器的轰鸣声和钢铁碰撞水泥的声音,一并作响,交绝成了一曲战斗的交响乐。 凌晨是2.6分,到面抹平工作已基本完成,可兼功不作美,凸向阵雨,雨水如腕条银丝般飘下来,交湿了头发和衣服,但没有浇灭场务官兵心中燃烧的激情。 在场的官兵知道,如果雨水稀释水泥严重,就有可能前功尽弃,战士门头顶脚跃,团结协作,挥洒汗水,不言辛苦,默默无闻的奋战着。 凌晨1.35分,经过场务官兵连续奋战印8个小时,虽然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,有的战士双手磨出了血泡,但是当看到跑到抢修完的那一刻, 满是污渍与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,不遗余力的填补跑道。 次日八时时分,在一圈轰鸣声中,一架战备值班战机,从跑道上还跑升空,执行空中警寻任务,从跑道上下来的场务兵,目送着战机跃上蓝天,脸上领露出胜利的喜悦。 就是守卫战阴第一生命线,厂务连洋厂班班长李美元告诉笔者,团结协作清理碎石,建工厂务,厂到至上,这是一支困难压不倒,任务难不倒,心灭涌不倒的鹰骨头连队。 在任务面前,他们眼中没有得失,没有虚荣,有的只是使命职责,和对战斗的渴望。 他们将青春热血无悔的撒在面前的跑道上,他们没有惊陷动地的伟业。 然而,他们却实实在在践行着担当和奉献,他们就像跑道上一块块的钢筋混凝土。 天鹰而又厚重,在不被人注视的机场角落,默默托举着一架架钢铁雄鹰,从这里展翅翔翔,飞向远方,飞向新时代,转心结合工作,轮流吃夜餐,补充能量,以满些的状态加入战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